张化县政府有鉴于近日升降及机械停车设备安全世界频传 为维护县民生命安全 23日县长主播员等人前往张化市太子哈佛管委会宣导 以杜绝危险并防范于未然 我们张化县总共有2700座 我们会安全的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让民众来安心 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来提醒民众 我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 有六字真言一定要记起来 这六字真言就是停看厅找对保 停看厅就是我们在搭电梯的时候 遇到地震啊火灾或是特殊状况的话 一定要停下来 不要搭电梯 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困在电梯里面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看 要看看呢 我们这个电梯啊 还有我们的升降设备 有没有合格的检验标志 合格的检验标章 那合格的检验标章呢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要做一个考虑不要做 那听呢 这听就是我们那个 在搭电梯的时候要听听看 有没有这个异常的声音 有没有异常的声音 那找对保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机具啊 每一个电梯设备呢 要找看看它有没有合格的认证 那对呢 就是要核对是不是有专业的厂商 还有合格的人员呢 来做一个检验 那保呢就是我们维修记录啊 要做一个完整的保存 那其实电梯是很方便的生活的工具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卓县长指出 佳化县是全国第一个县市 针对电梯全面总体检 县府团队为保障民众安全 提供电梯异常停看厅 及强化设备 找对保等六字真言供民众参考 透过全民总体检 及民众能依照所提供的药诀 来检视防范 即可做到全面提升 全线使用设备的安全 也希望借由实施 全面总体检的举动 能获得其他县市的响应 让全国民众使用升降 及机械停车设备时 能更安心 使全民的生活环境更加安全无余 公益频道张华与张化采访报导